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來到3月27日,星期日 Today is Sunday 今天是星期日的GC Channel 你們好嗎?周末有什麼搞作? 好消息,跌穿一萬宗 今天是8841宗確診 至2月24日以來第一次跌穿一萬宗,下四位數字 2月24日也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日子 這日也是一個悲哀,但是人要有希望 現在跌穿了,死亡個案139宗 每天都百多人死,很恐怖 每天都百多人死 累積死了接近七千人 現在大酒店也爆發了,臉房也爆發了 其實每一宗生命都是很寶貴 每一宗生命都有他的故事,記憶,家人 人一定會死亡的 只不過就是過程 所以經常都說有沒有尊嚴死去呢? 現在香港人有沒有尊嚴呢? 就是讓家屬自己去思考 那麼 其中呢,不如先說這件事 說起這個家人死亡吧 有個藍絲KOL出來,就把臉病 阿屈小姐 阿屈小姐就摔磚欄 她就說 她的父親也是七千分之一 原來她的父親都說是感染病的 她談及她的父親離世當日 她就在急症室 跟她道別,見她遺體 看到周圍全部都是屍體 OK OK 好了 她父母之前驗上新冠 媽媽又回來了 爸爸就不幸逝世 其實也很深討論的 也有些網友說過 家人離開了 除了所謂的慰問之外 其實 其實 由兩年前 兩年前 開始 有人打疫苗之後 死亡 有人中招之後死亡 我也說 鮮血在政府手上 是你的政策造成的 一開始 第一,為什麼你要通關呢? 為什麼你不封關呢? 為什麼要逼人打針呢? 全部你的政策 全部因為你要親共 你要鬥氣 你要政治正確 這樣就造成了 就是這樣 大家醒覺了嗎? 政權是會殺人的 對吧 由市民自己想想 政府現在 如果你說雙手染血鮮血 再數遠一點 19年有多少條鮮血呢? 再數遠一點 8964年有多少條鮮血呢? 其實這個政權不斷在殺人 只不過是大家麻木了 就像現在俄羅斯這樣 入侵烏克蘭 這群小偶混蛋 天天出來說 你又要支持烏克蘭 普京必須要失敗 其實不是 因為 之前還有人覺得 拜登是偉大 真的很好笑 好了,說回屈小姐 他進去急症室 他就發覺全部都是屍體 醫生就說 你裡面全部都是屍體 他說 我也要看最後一面 那麼 他說 看到急症室裡面 全部都是屍體 當然是一個很悲哀的場面 一張椅子都放不下 那他女兒呢 就過來見他 外公最後一面 那麼 護士帶他去另一間病房 另一間病房 一打開門 全部都是屍體 是不是 好了 他就說 在這樣的情況下 香港死了七千天 他又不點名臨病 他說 竟然還有人 笑著說 現在取得階段性的成果 我還有很有底氣和力氣去抗疫 他說這些話 這些笑聲 被死爛者家屬 有什麼辦法不心寒 有什麼辦法不憤慨 他說 汪文斌 去出席東航死爛者的記招 都大嚇太了 香港死了這麼多人 有沒有官員為他們穿過一日黑衣 戴過一條黑圍軍 黑黑圍裙 如果你們對老百姓 喪生是沒有感覺的 我沒有話可說 但作為家屬 我只想說一句 不要再笑 屈小姐 好像很悲憤 嘩 我就冷笑一聲 第一 穿大黑衣 戴黑圍軍 黑暴嗎 你猜 你可以在裡面穿嗎 屈榮妍 你知道年輕人穿黑衣 是會被人抓的 是被人說黑暴的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你說 沒了這麼多生命 有沒有穿過黑衣 你說得好像要尊重生命 2019年裡面 有多少人是因此這麼爽生 我不說那些 謠傳那些 自殺死亡那些 殉道之事 只是一個 梁寧傑先生 你有沒有在過黑衣 他也是生命 當香港人 去金鐘那裡 想上向獻花 被人趕走 那是否尊重生命呢 屈榮妍 還有呢 周梓樂 陳彥霖 我們不會忘記他們 當有人想去獻花 和悼念 那怎麼辦 趕走 那是不是尊重生命呢 又再說遠一點 八九六四 死了這麼多人 你現在還有沒有穿黑衣 六四可不可以悼念 不要說那麼多話 屈榮妍 你在一個殺人的政權工作 就不要說到對生命有多悲憤 這個政權對生命 是完全不會漠視的 是吧 你 還沒習慣嗎 不明顯 是吧 好了 講完這件事 嘩 本來我想說回疫情方面 那 現在跌穿了一萬 好像可能會好一點 我剛剛看到一則新聞 我都不能夠相信 真的不是吧 喂 香港呢 現在政府宣佈 調整 這個海外入境的檢測安排 那我看 看那個安排 那 現在首先有九個地方 就不再是 不再是禁票 是吧 就由十四天 減到七天 那首先第一件事 原來只是香港人才可以回來 那你要有疫苗 你要有疫苗 你有PCR test 你要預約到七天 所有非香港居民 不得從任何海外地區登基來港 我看完之後 不是吧 真的嗎 我特地找回政府的網站 真的是 真的 真的 喂 現在非香港居民是不能從任何海外地區登基來港 你剛剛不是說 什麼要放寬 引回外資進來的嗎 這些外國人都來不了 那些外資怎麼來的 嘩 這次真的攬炒 這則新聞 我不知道有沒有大報導 我也是很震撼 喂 你現在正在放寬的 開始準備 你打算四月放寬的 你不讓任何非香港居民 來香港 那些什麼旅遊業 消費啊 那怎麼辦 我也是 很瘋狂的 立法會議員會不會出聲 蛤 只是給香港人回香港 人家每個人都在放寬 不要說疫苗不一定要打 隔離不一定要你隔離 有些口罩也不一定要戴 放寬到這樣 人家搶外資 人家搶外國人 人家搶旅客 香港人現在開始有些人在想 如何去哪裏旅行 這就是大家知道 是不是 七天都照殺了 就算回來七天 你現在不讓外國人來香港 真的好 你這個攬炒 真是西非你 是不是 好了 這樣的情況之下 蛤 行政會議召集人說 海外不少國家經以免檢疫 有外資因而撤離香港 咦 咦 怎麼這麼說 陳智思說的 陳智思 行政會議召集人 陳智思稱有意外資撤香港 你政府 你夾了口罩沒有 你政府不是這麼說的 你的投資代表處說 有九千間公司來香港開公司 沒有看到外資撤離 林鄭月娥說 這是陳智思的個人意見 或者行政會議召集人 會有個人意見嗎 我當然知道他的個人意見 那是不是事實 行政會議召集人說 縮短到七天 暫時可以接受 但不能夠長期維持 如果要搬去杜拜 新加坡一段時間 再搬回香港的機會很低 他說國際企業 香港是一個兩難處境 一方面有很多業務 要和國際接軌 更大的經濟活動 要和內地不可能二簡一 嘩 嘩 陳智思你這麼陰毒 你這麼陰毒 林鄭說 雖然他是行政會議召集人 他只是表達個人意見 尤其是他來自金融業 他的意見會受同事和業界影響 嘩 嘩 嘩 這樣 這個兩難說得很對 我們很樂見見到這個兩難 一向都說 你遲早要take side 這個世界只有兩個陣營 西歐文明 和大灣區 我當然支持大灣區 現在行一國一制行帝制 我是很想見到行帝制 很久沒見 經常看書看什麼雍正王朝 你們看什麼 他們看什麼恩還傳 什麼燃禧攻略 現在就給你看 日日有權鬥 天天玩文革 日日有權鬥 那就好 那怎麼辦 你又想和國際接軌 國際現在就和你中國分割 那你怎麼辦 是人都知道 香港從來就是要玩國際線 對吧 你只靠中國 你只靠中國 你不就試去行人民幣 你不就試去跟人民幣 很簡單 你試試不用說那麼多 所有制度行內地那一套 然後他就說 不是 我們在行一國兩制 你喜歡 你喜歡 你不可以先和國際通關 再與內地通關 你一定要 你優先次序 一定要和內地通關 因為你要舔共 因為你中共是狗 好了 你要舔共不要緊 你用這麼蠢的方法 你一定要等和中國通關 你就要清零 除非中國轉口風 要不然 你一天無法清零 中國你無法通關 國際你無法通關 你就吃屎了 不要緊的 內循環 說真的 香港七百萬的消費都很厲害 你只做七百萬的消費生意 沒有問題的 那些什麼國際貿易 那些就開去睡覺 沒有問題的 那麼 而且中國也是行內循環的 那你擁抱祖國 就一起行內循環 無所謂 何況中國有十幾億人市場 不用怕 可以的 你看無線 無線 輻射大灣區 幾十億人看 十幾億人看 結果如何 虧損擴大兩倍 不用說話 總鋪大灣區 恭喜你 不要緊的 我們有好消息 每天都有好消息 為何要這樣 不好意思 有什麼好消息 我們三跑是非 有沒有人記得三跑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歷史性的任務 這個三跑真是精彩 這個正所謂三跑高鐵 港珠澳沙中線 你不讓所有外國人 飛回香港 你的機場 還要整體三路跑到 我又做什麼 馬鈴蟲 給我們練跑 我不是給大陸同胞 責刑 我們做隔離 三條跑道 沒有人 沒有人用 是吧 機場空 是非三跑 也是 就是 正所謂 沒有人用 就是一個最好的實驗場地 是吧 你試很多東西也可以 你試直升機也可以 你試陣營戰機也可以 我們還記得 那時候 黃之華 這個小位說了多久 黃之華說 這麼貴 起一條跑道 這麼貴起一條跑道 不飛 隱形戰機 你看不到 第三跑的鋪設工程 已經完成 包括滑行道 地面燈 救援救火系統 預定今年計劃投入運裝 給哪個票 哦 是不是給內地官員票 私家通道 我們回顧一下這個三跑 2010年 2011年開波 2011年開波 口號是 機場與你 共見未來 我們很明顯 在香港的未來很好 是吧 好了 那麼這個三跑的概念是什麼 我們就是關注什麼 我們就是關注什麼 我們就是關注用了多少錢 大佬 有沒有人記得這個三跑 是用了多少錢 OK 先看看 讓我找一找 好了 啊 等一等 2015年的時候 機冠局向立法會提供細節 2010年的時候 初步起碼 2010年的定價 850億左右 都很誇張 850億 850億 每人可以多一筆東西 你要一筆東西 還是第三跑 你們自己想 一筆東西 蛤 去到2014年的時候 由845億 到1400億 到1400億 1400億 到20 最後現在的埋單 多少錢 我看看 最後的埋單 1千 1千 1千4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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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跑道 是吧 是香港開浮以來 最貴的工程 我想問大家 現在機場海中第三跑 來做什麼 不夠用嗎 之前不夠用嗎 之前很夠用 是吧 何況你國泰也沒有 廉航也沒有 那你要這麼多機器 做什麼 飛機又飛不下來 是吧 當時 凡是一說的基建 有些仆街的 雷鋼明 就說 香港一定要建設 一定要追上 追上中國 一定要搞基建 沒有人說搞基建不好 你要計算多少錢 你要計算代價 是否值得 合不合理 是吧 正如現在騰訊 一千元一股 你買賣 現在就逼你一千元買一股騰訊 就是這樣 是吧 如果你覺得沒問題 可以 起夠五千億 所以我明有大元 我很贊成 起碼玩一萬億 喂 所有香港財金官員 告訴你 香港政府等破產 我是很難手掌 我們這些是看攬炒的 我們現在反對攬炒 對吧 我們看 看你攬炒 不是 這些工程陸續有來 多多都有 為什麼 再說一次 現在香港的剩餘價值 對於中共的官員來說 就是你那些庫房夠錢 是吧 立完就收工 OK 好了 再繼續 嘩這宗消息有震撼了 那麼 美國的聯邦通訊委員會 就將中移動中電信列入威脅國家安全名單 包括就是中移動國際美國公司 中移信 中電信的美洲公司 和俄羅斯的網絡安全公司 Kaparsky 這個大家都很熟悉 這個雞巴司機 就說你試圖從事間諜活黨 損害美國利益 就列入黑名單 Kaparsky就表示很失望 認為美國出現政治因素 連同去年的華為中興 有七間中企 就在美國禁止用當地的產品 中國的駐美大使就批評了 美國濫用國家權力 在沒有事實根據之下 再次攻擊中國的電信營運商 第一件事 喂 要你美國那麼糟糕 為什麼要利益他 是不是 我們中國電信 中國這麼偉大 我們走我們的5G 要你美國人就吃糟糕了 慢吞吞 我們的技術當然不利益他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就是 美國濫用權力 快點絕交 斷交 我很討厭美國 中國人 中國人真的很討厭美國 經常指手畫腳 是不是 又說你中國幫俄羅斯 又說什麼付出代價 又在搞台獨 又在煽動黑暴 還跟他做生意 不是人 跟他做生意 喂 我是中國人 所有美國的東西 不要說是美國 所有西歐的東西 全部不要用 誰中國人用iPhone 就是混蛋 是不是 誰中國人上YouTube就是混蛋 誰中國人上Twitter就是混蛋 糟糕 外交部 華春瑩好像有玩tweet 這樣嗎 不好意思 那你也要混蛋 因為這些全部都是通過賣國 實在是離譜的 好 接著 沒有事實根據 就是有事實根據 人家有report的 大使館 你不看而已 正如 聯合國說俄羅斯 是入侵烏克蘭 這個海牙法庭 說你中國的九段線是沒有根據 人家是綁了事實根據 而你不聽而已 是不是 是不是 那麼 Kaparsky就說 美方出了政治因素 那當然是政治因素 有什麼不是政治 是不是 所有東西都是政治 那我們講講現在俄羅斯的情況 OK 拜登這個 其實你一看拜登 我覺得也要相對調節自己的心態 等於你對於這個 香港 現在你對香港就是看你怎麼攬炒 現在美國就看你怎麼撲街 你唯有這麼想 究竟如果拜登可以把美國搞到有多廢 等我再觀望 等我看表演 看紀錄 又可以再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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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人 覺得是可以再廢 美國人再這麼喜歡拜登 就行了 是不是 其實 如果比我們習近平 真的很不值 你有一個這麼廢 總統 不如玩殘 唉 真是 是不是 起圍吧 中國現在 立刻和俄羅斯說 我現在和你世界宣戰 我中國現在就是天下第一 天下第一 俄羅斯也要看你頭 還不是天下第一嗎 立刻清帝 現在更待何時 很難得遇到拜登這麼垃圾 而整班美國人還是支持拜登 兩年之後 不知道什麼事 有什麼想做就做 打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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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登去了波蘭城市 本來想跟波蘭總統見面 波蘭總統的專機 不知為何就反過來走回華沙 然後又回到熱書夫 是不是有什麼安全威脅 不知道 拜登就見了一見 駐波蘭的美軍 然後跟烏克蘭難民回面 我不知道怎麼回面 可能跟烏克蘭難民說 大家放心 這場仗我們一定支持烏克蘭的 我們會有心理準備 作出漫長的戰爭 你們放心 我們不會參戰 但我們就會用制裁 制裁是很厲害的 會抵抗 抵抗俄羅斯 這樣 另外 拜登還會說一個 很重大的演說 竟然有一些美國人 就說這是一個 史上最偉大的總統演說 真是不得了 真是不得了 好了 拜登說什麼呢 他說 我誠實地告訴俄羅斯人民 如果你們聽到 現在人們就是聽不到 他說 俄羅斯人民不是我們的敵人 我不會相信你們是喜歡殺害孩童和父母的 或者是接受醫院、學校 被俄羅斯導彈襲擊 這不是你們的本質 這不是你們應得的未來 普京一定要結束這場戰爭 我們美國人是會和你們同在的 他應該這樣說 這個人不能夠繼續掌權 這句話 是不是要推翻普京 那樣 柏里姆林宮的發言人就說 不是的 不好意思 俄羅斯選總統不是你拜登決定的 是俄羅斯人民決定的 然後白宮竟然彈出來解決 哦 拜登這樣說 就不是要改變俄羅斯的政權 或者討論普京的權力 而是指普京沒有權和其他國家行使權力 美國官員就說 我們要令到普京失去的權力 不是我們的目標 Anthony Blinken就說 我們不是看政治的交替 俄羅斯人就要決定誰要領導他們 為什麼要解話呢 為什麼要解話呢 普京當然要下台 普京要接受審訊 接受國際法庭的審訊 他應該終身監禁 這個人 不小心被殺了 我們當然要開興奔慶祝 為什麼要解釋 要解釋 是不是 一個極權的人 如果這樣也不讓市民推翻的話 他們的市民就是共犯 為什麼要說這些話呢 但是 現在就是要說這些話 就是說這些左膠廢話 然後有些美國人 有些世界左膠 就覺得很好 說得很得體 唉 那就是 怎麼說呢 好了 我們看到這些所謂的大國 德國 法國 美國 就是 在多麼垃圾的時候 那些小國 因為真的殺到身 就紛紛站出來 譬如波羅的海 高架索區 東歐等等 在說這件事之前 再說一篇報道 我覺得挺值得看 不過我找不到英文原版 可能是法文 因為是法新社 其中一個法國世界報的專欄作家 他就說 喂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呢 是舊酒生平來的 之前入侵阿格魯吉拉 又是這樣 同一個計謀 同一個理由 一切都是預設西方廢 是不是 今次又是這樣 然後呢 他就說 我們已經知道了 他們就制裁我們 我們知道怎麼對付 制裁完之後 他又會 跟我們 研究 如何討論 這個世界和平 戰略安全 這個作者說 已經開始越來越多輿論問了 當澤連司機不斷在遊走不同國會 哭 哀鳴 要大家幫忙 我要你北約1%的飛機大炮 開始他認為有輿論就會問了 究竟歐洲還要在這裡射多久 歐美呢 是不會說自己 會有什麼部署 例如 普京 真的用生化武器 把城市炸掉了 那怎麼辦呢 是吧 普京 不是 拜登 就只是說 如果你用生化武器 我會反擊 OK 但是歐盟的輪席主席 馬克龍 法國馬克龍 仍然是曖曖曖曖曖的 他說 我不講得明白 這樣才有效 我們的目標 是指戰 不參戰 其實 我想說 聽左膠說話 是比建制說話更難受 真的難受一百萬倍 真的難受一百萬倍 好了 譬如2012年的時候 奧巴馬說過 如果敘利亞 用生化武器 一定採取行動 敘利亞就是容忍了 那奧巴馬呢 奧巴馬呢 奧巴馬就拿諾貝爾和平獎 唉 真的 但願 但願 我們同一個想法的人 有更大的影響力 去糾正這個世界 的悲哀 和愚昧 《華爾街日報》報道 美國今年會加大向歐洲送液化天然氣 幫助歐洲逐步擺脫對俄羅斯天然氣的依賴 你老闆 我說了很久了 很難想 你聽過財經節目 油價上一百元的時候 差不多兩三個禮拜前 我問 為何不讓美國全天然氣去歐洲 歐洲天然氣價格破身高 美國天然氣長期都三、四元 然後有人就覺得自己 總有些人就說 因為貴嘛 錢的問題 你覺得這個世界是錢的問題 錢的問題還有一個問題嗎 歐洲人沒有錢嗎 美國人沒有錢嗎 不能印出來的 你解決了烏克蘭的情況 所以歐美繼續和俄羅斯賣油 中東歐美全部都厭血烏克蘭的先決 如果烏克蘭有恐怖分子 就弄了一個大核彈 那是全世界的合同歸盡 你是不是很生氣呢 大哥 你嘴頭上先不要輸 我是俄羅斯 我看到你們 你連談制裁不入友都談不成數 不要說我還可以賣油給中國 賣油給印度 你咬我吃嗎 如果我是美國人 或者整個環相 如果特朗普在那裡 你第一句 特朗普是鬥大的 打後十年 所有歐洲天然氣 所有跟俄羅斯賣油的 我美國全部都頂了 然後就有人亂了 你怎麼搞的 你說空通投資票 喂 但你起碼先帶到人 是不是 你起碼所有歐洲的能源石油 都要破產再說 然後中國賣油 就立即制裁中國 簡單的 你可以追蹤到的 所有東西 你是不是全部用昆倫銀行 幫俄羅斯賣油 肯定不是 OK 然後印度 立即跟印度說 你是不是跟美國賣油 你問我 我是美國 我馬上賣油給中國 是鬥便宜的 錢而已 是吧 是吧 你說美國天然氣 四五元 去到 然後 不是 加上成本 十元 另一半就政府補貼 美國 歐洲一起印銀子 大家都沒有貶值 有什麼所謂 那就解決 搞到現在這樣 是吧 波蘭就硬正 波蘭第一件事 將45個俄羅斯外交官 全部都被殺掉 俄羅斯說 你試試被殺掉 你試試被殺掉 波蘭沒有就被殺掉 我就被殺掉給你看 波蘭說 北約應該出兵 麻煩你 出維和部隊 俄羅斯解釋 這個踩中俄羅斯死穴了 我告訴你 北約一出兵 俄羅斯馬上閉嘴 你是不是跟世界開戰 你說他在按核彈 我覺得他在按核彈 他就亡國了 當然 第二可能是世界末日 你這樣眼白白看著烏克蘭 每天都被砲轟 醫院、學校 跟世界有什麼分別 一看我就激進一點 俄羅斯就說 你北約再敢說 你波蘭再敢說 我打到你邊境 我還可以射你超高音速導彈 問題就是 你對於波蘭來說 你是不是都會打過來 波蘭去吃這些共產黨的東西 都完全是 熟過你 他現在知道 喂 跟你共產黨說話 雖然現在俄羅斯不是共產黨 零主義 什麼都好 總之對你極權說話 喂 你是 你說不說 你都會打過來 對不對 病毒細菌 是不會因為你妥協 而不會入侵你的 所以 波蘭就說 橫死定死了 我當然是老虎要北約出兵 是嗎 那就 那又怎樣呢 再看看又怎樣 唉 都不知道可以怎樣 反而 還說完最後這件事 喂 所以說 暴力 只要人來暴力 你沒辦法 這個世界看到 原來普京做這樣 是可以的 是可以 想出兵就出兵 大家就要肉强食了 這裏發生什麼事呢 唉 真糟糕 又是加勒吉拉附近 唉 吉拉附近有兩個國家 一個叫亞美尼亞 一個叫阿塞鮑漿 這兩個國家 又是歷史 民族 打打打打打打 長期衝突 阿美尼亞背後 就是俄羅斯 阿塞鮑漿 就是土耳其 中間 就有個 比較親阿美尼亞 就打了出來的地方 就叫做 納卡共和國 納卡共和國 這個國家 是嗎 其實就是有一次烏冬 就特意拿出來 和亞塞鮑漿的衝突 搞了很久之後 之前有個停火協議 就不要再打了 亞塞鮑漿 剛剛就違背這個停火協議 就入侵入納卡共和國 納卡共和國的總統 就寫信給普京 寫信給普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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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6日 這個納卡共和國的總統 阿魯圖利 出正式出信給普京 就說 被亞塞鮑漿攻進來 要求你幫忙出兵 麻煩 你真是玩死俄羅斯 那你俄羅斯怎樣呢 你出不出兵呢 喂 這些就是 現在就是戰國時期 你想想 如果當俄羅斯 是很強勁的時候 你亞塞鮑漿 夠不夠膽去拔你老虎 當然看到你 你打了一個月 打了一個月 現在的烏克蘭 反過來 一些烏冬地區 對不對 那我就不用怕你了 那我就 喂 你又打烏克蘭 這麼趕 我先打納卡共和國 現在這個世界就是這樣運作 沒有了 沒有了 沒有強人的世界就是 戰國時期 好了 今天時間差不多 希望大家都 充實地過了這個週末 總有明天的 好不好 明天就太陽照常升起 大家在咬牙關 那星期日就吃餐好菜 是不是 喊一隻油腿吃一下 喊一隻加勒吉 葡萄酒喝一下 我們迎接這個禮拜 學開工 好不好 明天再見 Thank you Bye Bye 支持我的節目 訂閱 按Patreon 多謝 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